老书虫看小说 明不见经传的一个武夫 遇上春秋这么一个乱世头身军武 旅战旅败旅败旅败旅战 战场上不怕死不怕累 身边逐渐隆起一批自己的班底 就这么一步一步逐渐发展成十八个老字营 然后启吞万里如虎 帮助黎阳一人灭六国 骂他江湖 战功基本已经到了封无可封的地步 大驻国头衔 海凤王旧翻北梁 李扬第一位义姓王 纵观雪肖的一生当真可用波澜壮阔四个字来形容 如假喜欢用修起制品来树立人生目标 然而雪肖这个武夫却一一做到了 老书虫今天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他 首先修神奇家方面 雪肖一生肯定是一个略带痞子气的 但是绝对够义气 不然身边已聚集不了那么多能人意识 赵朝灵里一山两位顶级谋士 夜晚乱和众乎六代弟子 一众骁又善战的武将 战场上有能够隐命换命的兄弟 前半生的雪肖肯定是个敢打嘎拼一搏云天的汉子 春秋中雪肖和无数走到了一起 后来养育了两儿两女 升职家亲迎去白富美 雪肖都做到了 后来在王妃的督促 下雪肖学习修身养性 在北梁招根后 雪肖这么一位春秋人兔 别人不招惹他 他又何 曾去找过别人麻烦 北梁百姓虽然生活贫苦 但也安居乐业 这都不得不归功于雪肖 其次治国方面 虽然雪肖没有当皇帝 但是他的北梁不就是像李扬文臣所说的那样 是个二皇帝吗 贵为北梁王三十万兵马大圈在我 三十万北梁铁骑 可是只认雪子王骑的存在 北梁境内参赐百万户 全归他北梁王管辖 雪肖之人善论 手底下的人 把北梁经营的也算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课程听闻 北梁百姓又不认北梁王的言语 这国方面徐肖合格了 最后的平天下本是最难实现的 但对徐肖来说 这却是他最早完成的 春秋九国 他一人带领大军就打下了六国 强如中原正统 国富敏强的大楚 还不是输了一场吸泪弊 就输了整个天下 十四王骑所到之处谁不胆寒 高傲 如江南氏族 还不是被徐肖踩断了几两 轮完放家之犬 邪恶不顺的江湖游侠 被徐肖一一灭门 马怕整个江湖所过之处 漠不成福 徐肖真的当得起平天下三个字 老叔重挺佩服徐肖的 一生之中建功利业不在话下 娶了一个全天下 都算得上最好的媳妇 虽然走得早了 救下了几个孩子 但是雪肖一生之中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遗憾了吧 可能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阻止白衣案的发生 导致了枉费的早死 不然的话雪肖这一生 该是多么的功能圆满啊 进雪中 进北凉 进春秋人图雪肖 进北凉